Hello,大家好,我是彪哥 今天来给大家开一条成方满三连的火腿 那么像这条火腿的表面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 像三叉谷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空洞 特别是像这个火腿稍微有一点点瞎缝的地方 像这些地方已经在开始起这个虫吊吊 包括像这些地方都有 那么像这些虫吊吊跟我们火腿伸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火腿伸躯以后是差不多这条火腿就废了 但是像这种虫吊吊的话 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的米面存放的时间太长 起了一个毛虫是一样的 据说这个生毛虫的东西是会特别香 而且我们旋温火腿它是大自然以时间的亏赞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条火腿烧席一下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是怎么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火腿烧洗干净以后 我们还是直接把这个三叉骨给它去掉 像这条火腿虽然说是三连的 但是保存非常好 下刀的时候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肉质比较绵软 像这个三叉骨是砍的有点过 所以弄的时候不太好弄 像这个骨头是因为修的比较过 所以这个地方以这个地方已经断开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这个火腿的发酵 虽然是三连的火腿 但是打开以后这个铜子骨保存的非常完好 现在还能够看到稍微有一点点的桃红色 处理一下这个表面的氧化虫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被毛虫吃掉的一条 它就剩下一个空洞 但是它没有影响里面的品质 所以这个就是毛虫跟那个区的一个区别 你看这个风干的比较透 所以像这块弄起来是比较吃力 而且这一块氧化的也是比较严重 削开表面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特别漂亮 看起来就比较有食欲 就像表面这些是 因为干的比较过 所以表面看起来稍微有点柴 不管表面怎么样 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一下里边的品质怎么样 我们吃火腿主要是看肉的本身怎么样是吧 特别这个下风已经被毛虫吃的坑坑洼洼 不太好处理 把它贴下来处理一下 品质非常漂亮 看得没有 而且打开断面这一刻香味特别好 把这个下风给它处理干净 下风呢就是丢头比较大 要不然的话 如果这条火腿的品质好的话 下风吃味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性价比也是比较高 其实会吃的话 只是稍微比中方皇冠稍微要肥那么一点点 还要根据那条火腿的肥瘦来看 要不然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起毛虫的地方 问题不到 吃的不太多 所以我们这个火腿起毛虫跟那个刚才跟大家说的三驱一的火腿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开念 好了 现在整条火腿全部切开以后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 包括这一块中方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已经三年像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已经空洞 但是因为它存放的地点风干比较好 所以浪费不是特别大 好了整条火腿全部修整干净 切开以后没有任何一点瑕疵 总体来说三年的火腿能够保存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关注彪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hello大家好我是彪哥 今天来给大家开的这条火腿呢 是风干三年还能接近40斤的一条火腿 那么像这种火腿呢 在我们农家火腿当中个头也是算比较大 那么一般像这种比较大的火腿 在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也是非常难的腌制 就像之前给大家开过的那两条火腿 就是因为火腿个头太大 食言很难渗透到这个火腿里边 所以产生了变质 那么今天给大家开的这条火腿 上方部位整条火腿看起来显得比较宽便 那么这种火腿呢 就是在主人腌制的时候呢 上方这个位置 他会用那种石头或者比较重的东西进行压榨 也就是把尽可能的把火腿里边的水分给它排干 那么像这样呢 风险系数会降低一点 而且像这条火腿呢 它保存的环境也是比较干燥的那种 所以上的霉层也不厚 整条火腿看起来比较干净 但是它确实是风干了三年 比较干比较硬 那么具体里边的品质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打开以后才能知道 所以小便还是给它收洗一下 好了 收洗干净还是先把这个三超骨给它去掉 好大的骨头 你看这么大 好多人都说喜欢看这个开火腿的视频是吧 因为看起来非常解压 确实如果开到这个好品质的火腿 顾客高兴 我们也高兴 然后确实有点赏心悦目的感觉 但如果开到那种品质不好 或者说是丢头比较大的火腿 确实是比较上头 因为这个农家火腿本来这个成本价就比较高 我们去收购的时候价格就比较高 如果像这种零售的话 你丢头比较大 那么很容易就会亏本 打开三超骨香是挺香的 但是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骨头有多重 一斤吧 比预计的稍稍还小了一点 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砍的还是比较平 那么像这条火腿呢 它的修割就是非常差的那种 因为如果我们正常的修割的话 像这一块 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正常修割的话 这一块都是不能留在这个火腿上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一块肥肉 没有什么瘦肉在上面 像这一块肥肉的话 我们在心腿修割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去掉 这一块都差不多有 看一下 你看也是一斤二两 所以像这么高的成本修过来的火腿 如果修割稍微差一点的话 非常容易亏本 好 下面把整条火腿修开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油润确实是不错 肉质也是非常漂亮 一般火腿变质就是在这个季节 雨季来临的时候 就是火腿发酵的一个时候 那么它该臭的也就臭了 但是没有臭的火腿 它也是会出现那种品质不好的情况 也就是打开以后里边会出现走青 像那种火腿它的味道是属于那种酸味 像那种火腿也是售卖不了 另外还会出现那种斑斑点点的情况 也就是打开以后那些肉里边 红一块黑一块的 如果开到那种火腿就只能宣布报废 因为那个火腿你肯定是不能售卖给顾客的 整条火腿就全部修转干净 具体还是要切开里边才能判定这条火腿的好坏 我们先把这个金钱给它切下来 很香 而且还是一个雪花火腿 雪花还比较重 非常漂亮 把下方切下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肥 其实还好像这种火腿 40来斤的火腿有这种二指的底标 也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现在整个上方的断面我们已经切开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种饲养球器比较长 个头比较大的火腿 它的这个肉色是成板栗色 而且瘦肉里边都夹杂着一些肥肉在里边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像这种肉质 你吃到嘴里边那种奶油香味就特别足 因为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们肥肉才是火腿的灵魂 是因为这个其实奶油的香味它就是来自于这个肥肉 那么整条火腿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除了丢头大一点之外 其他的总体还好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你们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关注标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